前新北市長朱立倫來到板橋慈惠宮 參加國民黨發起反萊豬還我公投 兩項公投案第二階段連署 包括市議員周勝考 劉美芳等人 先點香參拜媽祖和守護大家的神明說明 反萊豬就是要保護民眾的健康 請保佑連署成功 也是跟媽祖報告說 因為媽祖就像母親 就像我們永遠保障大家平安健康的一個心情 來保佑大家這次連署的成功 110年開放萊豬進口 藍軍堅決反對到底 反萊豬連署就從議員選區開始 朱立倫到板橋 新北市長侯友宜則是到中和芳僚市場 與市議員邱峰瑤等人一起反萊豬 不讓民眾最常吃到的豬肉受到污染 吃不安心 國民黨分進合集 黨主席江啟臣則是到桃園 展現同心協力推動連署 大家共同的心情都是為了確保我們的食安 讓我們大家吃得安心 讓我們大家吃得健康 尤其是豬肉是我們最重要的肉食 我們絕對不能讓它被污染 藍軍推動反萊豬加還我公投 新北市部分在市場各個信仰中心 總計21個點提供民眾連署 預計要完成10萬份連署書 記者李立如新北報導 文明